之前就有同學回去裝的時候 發生什麼? 打開發現它不是跳我們剛剛這個畫面 這個是OK的畫面 K LUNCH 它跳什麼畫面呢? 如果你回到家 你安裝的時候發現它跳這個畫面的話 它這個上面我還特別把那個畫面截取 因為我其實沒有發生過 只是剛好我還特別找一台電腦 沒有裝過Java的環境 然後把那個畫面截圖下來 因為有時候用抽象敘述 倒不如用真的有畫面 有些有畫面有真相 沒畫面感覺就用抽象有想像 所以有時候像網路上經常有人在討論 你沒有圖沒有真相 所以一定要有圖 OK 所以我就把它截了一個圖 像我同學就問一個問題 老師為什麼我回到家 那個時機可以跳出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它已經跟你講這個答案了 就是說呢 Java的run time environment 就是說呢 因為Eclipse這一個編輯器 它是用它背後有很多地方是用Java寫的 如果用Java寫的話 你必須要在你電腦裡面安裝這個 這個東西叫什麼? JRE 或JDK 也就這兩個其中一個都可以 那如果說你沒有裝這個東西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讓你去執行Cervice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去把JRE或JDK安裝起來就好 那去哪邊找? 其實有時候很簡單嘛 搜尋有沒有 你要不是把關鍵字打一下 JRE我看一下 JRE有沒有 ENTER 這邊就有了 Java Run Time Environment 有沒有 然後你就怎麼樣? 去把它免費下載就OK了 主要它大部分電腦都已經有裝了 因為Java在任何電腦上 變成一種共通的一個基本的東西 所以應該都有裝 如果你電腦太新的 或者剛買的 但沒有的話 你可能就是再把它裝一下 這個叫JRE 你把它下載 然後下一步下一步就OK了 其實不會很困難 如果現在找不到 你也可以另外我在雲端白板 雲端我的那個雲端安裝環境裡面 也有另外一個叫JDK有沒有 JDK這邊也有 不過特別注意 JDK你就裝這個 X64的 裝這一個 OK 不是I382 裝這一個 X64位元 因為現在Eclipse都64位元 所以你就裝這一個 你就把它下載 這個是JDK 就OK了 再大家補充一下 其他應該沒什麼 如果你將來有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同學有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順便就提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把環境稍微再設置 就剛剛的畫面 就完成我們要二合唯一的這個步驟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 怎麼樣寫程式了 所以今天的進度 其實蠻快的 以前的話如果我要重頭再講 說這個環境怎麼弄的弄的弄的 它一次三個都弄不完 OK 所以我們就把人包 先跳過 再來的話 開始寫程式 那怎麼樣寫程式 OK 第一步怎麼樣 它的架構一定是在 Workspace裡面 工作區 裡面放什麼呢 放專案 OK 所以你第一步一定要新增專案 就Project 第一步 而且是一定要什麼 特別就要在Other Other裡面找一下 Other裡面記得 因為它在PYDIF PYDIF就是Python的Develop Python相關的開發 找到PYDIF的Project 然後呢 就輸入幾個問題 1、2、3、4 OK 四個步驟 給它Project名稱 比如叫什麼Test 我這邊說一個2 你用Test就可以了 那版本的話 也許3.6 也許現在最新3.7 你就用最新的 這個地方可能要多一個叫Create 就是幫它再多增加一個SRC的Furder 就是它會在專案下方多一個資料夾 叫SRC 放什麼呢 放將來我們寫的所有的模組 專案裡面的SRC 放模組 OK 也就以後寫的任何的程式 它的單位就是叫一個模組 一個.py的檔案 OK 特別說你就按照這個步驟 把它輸入 然後呢 再來就是新增模組就完成了 所以我做一次一個看一下 後面我們就開始就寫一些程式 先run run看 Obo OK 那怎麼run 第一步 特別說這個重新開 記得Wallspace 按Launch 然後呢 我已經把那個剛剛的設置都OK了 再來的話呢 Welcome先把它關掉 那怎麼去新增專案呢 第一步 file裡面的new new之後 不過我特別說不要點這個 這個是寫Java 我剛剛講過 因為這個環境是可以拿來寫Java的 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要寫Java 我們要寫Python 所以呢 請你選other other裡面有一個py.div 叫什麼呢 叫做 叫py.div的project 記得我剛剛選錯了 選錯了就有點麻煩了 記得這個就OK了 然後ness 填入剛剛我講的那幾個問題 然後按finite就可以 這個project名稱也許你就填一個test好了 OK 就是我們如果你想不到別的專案名稱的話 那你就test 然後呢 它的volution就版本 你的版本的話就選3.6 如果你有看到3.7你就用3.7吧 反正用最新的版本就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1 2 3 create 有沒有 src OK 記得這個要改 因為之前有同學 這兩步都OK 然後這個步驟沒有 它就少一個目錄 變成你要手動再做一個目錄 其實也OK 只是說我覺得這個比較方便 按finish 好 然後這邊會跳這個 你就按no就可以了 他問你說要不要相關的官員 要不要幫你 不用了 OK 好 那你會發現有什麼改變 其實最大的改變 請你看左上角這邊 這個東西 test 而且這邊有個p有沒有 很小一個p p就是專案的意思 意思說這個是一個專案的資料夾 那其實 它對應到那個資料夾 就是在wallspace裡面 會幫你建一個test的資料夾 然後在test的資料夾裡面呢 會有一個src的資料 怎麼知道src 在這邊有箭頭嗎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src出來了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專案裡面的所有src的src的縮寫 src就是說我們程式碼 就放在這個資料夾 以後你想說老師我剛剛如果沒有點的話 沒關係你按右鍵 你可以什麼 你有一個folder可不可以 可以啊 OK 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一般習慣會用src 因為比較通 然後呢 怎麼寫程式呢 很簡單 直接在這個src的程式裡面 我們要所有的程式碼都放了 你就按右鍵 另外一種什麼呢 另外一種 接下來特別注意哦 先專案之後哦 第二個請你選什麼 module OK 特別注意哦 這個東西 不要選錯了哦 那也就是說呢 在那個開發的環境裡面 你目前只要知道兩個東西 一個叫專案 一個叫module 至於其他暫時用不到 OK 其實我都很想要把他用不到 都把他讓他消失 可是我沒辦法 因為這裡面的話 如果要把他消失的話 工程浩大 導步怎麼樣 我乾脆就把他圈起來 讓你知道就好了 因為 那其實我覺得 學程式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有太多東西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知道 可是他全部通通給你 那也就其實說真的 很多東西裡面 我覺得後來我的體會是說 我慢慢會去看到我需要看到 其他地方我不需要 我就自動讓他 讓他好像不存在 感覺就會變得很清爽 就是什麼 去無存精的概念 當然很多人之所以學了很痛苦 因為他看到全部 算了 不想學了 OK 其實並沒有 就是這兩個重點 一個是專案 一個是模組 其他暫時不知道 沒關係 因為其他是有作用的 只是說目前我想你應該用不到 像這個是Jungle Project 是寫網站的 不過目前你還沒有需要寫網站 所以這個你暫時不要知道沒關係 就記得這個就好 好 然後按一個NAS 然後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在專案下面 新增模組的話 記得這個不要做錯 按右鍵有沒有 New一個 Add Module 這個不要做 這個很容易做錯 然後NAS 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也取名叫TEST 好了 就是在TEST專案底下 做一個TEST的模組 然後這個Package 這邊可以空下來沒關係 你就Name給它打個TEST 按Finish就好了 OK 然後呢 我們就按Finish 好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會跳這個 這個你按OK或Cancel都可以 把它Cancel掉 沒關係 它就會在這個地方 可以讓你撰寫程式 那我們撰寫哪些程式 這上面註解不要沒關係 刪掉 那我就寫一個簡單的程式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 比如說我做一個簡單的計算 A這個變數等於什麼呢 我就丟一個3的數字給它 那所以就產生一個A的變數 那裡面放什麼?放3 所以3是一個數字 所以它就變一個什麼? 一個A的話它就是一個整數型的一個變數 B裡面就放什麼?B裡面就放5好了 然後呢我就多一個變數叫SUM 或者叫ANS都可以 SUM等於什麼呢? A加B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不過它麻煩因為它會多一個 自動會跳一個BREAK 你不要理它 OK 然後ENTER 最後如果我希望呢把SUM的結果給 計算出來的話 你就打一個PRINT 打一個P就可以了 然後向下選ENTER PRINT什麼?PRINT SUM 那結果應該會是多少? 應該很簡單吧 應該就8嘛 可是我要怎麼去執勤呢? 很簡單哦 你就直接在上面這邊一個RUN 有沒有 RUN 不過它會先問你說要不要存檔 所以RUN 要不要RUN?RUN 用怎麼RUN? 用這個RUN 用Python去RUN它 因為它就會自動指到那個 我們剛剛那個目錄裡面不是有個Python.ese 用那個去幫我RUN OK OK 好 然後呢 它問你說要不要SAFE 我剛剛沒事按OK好了 或者ALWAYS 我建議是把它打過 我就不用一直問我 要不要存檔 好 OK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結果就出來了 8 就出來了 有沒有 那將來當然你也可以改 比如說你說 我是這個加太簡單了 我可不可以用乘 可以啊 乘有沒有 欸 知青 為什麼 15 有沒有 可不可以用除 可以啊 加減乘除都可以 其他當然還有什麼 其他的常用這樣什麼 除除 除除是除完之後的整數而已 比如說你除的話 假設你這樣除完之後應該是0.6 對不對 那如果你用除除的話 除完之後的整數 所以0.6的整數是多少 就0 怎麼會變1 又不是無條件記貴 就整數嘛 其實你也可以換一下 比如說你今天假設是18好了 18 如果說我今天用除的話 A除以B的話 那應該是3.6對不對 如果除除會怎麼樣 對啊 OK 應該可以懂吧 另外還有一個常用的預算值叫做百分比 百分比 % % %是什麼 對 求渠數 跟那個C Java其實是一樣的 OK 渠數 意思說18除以5 渠多少 對 所以執行起來 答案就3 OK 所以常用的預算值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呢 还有一个乘 多一个乘乘 乘又再多一个乘 其实前面这个就是什么的几次方 OK 不过这变18的5次方 不过好像太大了 我们用小一点 用3的5次方也把它执行 应该是2 4 3 对 2 4 3 OK 就是3 的5次方 这样如果太大了 3 的2 次方 3 的2 次方的话应该是9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加减乘除 然后常用的也许就是除除 除除就是除完的整数部分 还有百分比就是除完之后的余数 然后乘乘的话就是几次方 OK 应该可以懂了 所以请各位练习看看 我要把重点的题会不会讲太多 我不知道一下你们记不了那么多 不过我都 爆 糟糕 应该要把它录下 好看来呢 地面